SiamoP3 �� малень 千年星空如常 血色裂日記顯得瘋狂 街火焰曲隱藏 残存的鲜骨衷肠 身影甜蜜而知相 只为重拨戒尘的阻挡 要看五月的苍茫 只心闻到那彷徨 忘记刹那分裂的幻想 以为生命按手中相见 是注定同行 因为坚定很久的信念 不曾有过一丝改变 你为生命燃烧中相见 共天涯无缘 只心的勇气未曾灭灭 还好有你同我心手相见 你跟张灵早就认识 其实爹爹交给我收服桃花药的任务 是张灵帮我完成的 如果没有他 我可能早就灰飞烟灭了 难道他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不 绝对绝对绝对不是 他跟高手根本站不上边 他的仙道术完全不入流 简直是胡来 还有我每次见到他 都觉得他很讨厌 但是他却能完成一些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你是在夸他还是在损他 你的意思是 要听从他的意思去做 可是这太冒险了 可我们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如果双方继续混战 必然会有人牺牲 就算能通过这次试炼 也会大大削弱 我们仙道界的力量 依照张灵的方法 我觉得对大家伤害是最少的 师兄 这决定关系重大 稍有差池 过不了这次的失联 成为问道者的希望 就会破灭 我已经有了决定 一切就依张灵的想法去做 不行 我反对 不可 好了 要是没有人在反对 张灵 我们就把一切交到你的手中 你就放手一堵吧 这人笑得真讨厌 说得从头是到的样子 我倒要看看你的方法怎么有 既然大家都同意一局定胜负的话 我呢 就再重申一遍赌局的规则 我们双方各派出三名队员 出去寻找流失在外面的五枚令牌 哪一方拿到令牌多的 并能把令牌安全地送回到这大宅内的 便是胜方 就可以得到全数的一百三十枚令牌 输的一方则被淘汰 好了 现在大家跟我一起发誓 发什么誓 又玩什么新花样 不发誓 我怕有人愿赌不服输啊 我谨向天道启示 我谨向天道启示 愿赌服输否则遭天地唾弃 永度万劫 愿赌服输否则遭天地唾弃 永度万劫 此心此事 谁人共奸 此心此事 谁人共奸 我们一方 就由我们三兄弟当代表 你们呢 我还没想好呢 什么 没想好 你刚才不是说已经想到办法了吗 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时间不多就不多呗 他们想先走 就让他们先走呗 我就说吧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呀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千秋公子 请撤去巨灵金钟 我们要开始赌局 不 稍等一下 不 让他们走吧 千秋公子 你不会反悔了吧 我们可都是发过誓的 你干吗要打人啊 你干吗要打人啊 大师兄 对不起 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 张灵 究竟有什么想法 有想法都被打没了 你再不说 你信不信我一箭射死你 你射啊 你射死我 我们都在说 好 那个秘密武器就是你 好 张力兄 就按你的方法去办 还有巨型和影儿 但是这个有什么用途吗 照办就对了 三位 你们可以起程了 嗯 大家放心 我们已经赢了 好 我现在 就把真相都告诉你 想要拿到流失在外面的 五枚令牌 唯一的难处呢 就是穷奇 而穷奇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如果你的身上 没有令牌 它就不会攻击你 所以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韩社三兄弟 已经找到对付穷奇的方法 他们会以接力的方法 来得到令牌 当穷奇追上 拿着令牌的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便将令牌 抛给第二个人 那穷奇 便会放弃攻击第一个 而去追第二个人 那第二个人 再将给第三个人 这样 他们就可以和穷奇 不断地拉开距离 直至把一枚令牌 送回到这里 以此类推 他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去得到其他的令牌 这也不是唯一一个好办法 办法最好 但是穷奇的速度比我们快 想要摆脱他的话 还需要点时间 不过没关系 我们有秘密武器 由不凡擅长的是剑 他只是用剑头刺起令牌 再张弓搭剑一射 只要聚穷安全地把令牌 送回到这里就行了 全程不经人手 穷奇自然拿他没办法 第一枚令牌 到手 张力兄 我终于知道你的强项 是什么了 就是你比我聪明 那我呢 还挺有门道嘛 张力兄 真有你的 这样的办法都被你想到了 小意思 看来韩氏三兄弟要出局了 这真是令人意外的结果啊 大家都过来 过来看看 来 得到一枚令牌了 怎么了 他们已经得到四枚令牌了 什么 不可能 是真的 我们亲眼看到的 他们现在 去拿剩下的令牌了 好了 现在这枚令牌 也是我们的了 有劳了 走 你们先休息一下 等第二次试炼结束后 你们便可以离开了 你交给我的事 我已经做好了 在哪儿 在那儿 大家跟我来 来 我说过 迎娶令牌很简单 难的是 如何将这两枚令牌安全地 送出太区幻境 这张地图是龙影儿 在不凡寻找令牌 到城中勘探的时候画的 要想安全地离开太区幻境 最重要的 还是要引开穷奇 所以 现在我们需要两个人 来充当我的诱儿 说白了 就是其中一个 如果失败了 另一个人接替他 继续完成任务 当然 我们还是要利用穷奇 之前的两个特性 第一 就是如果你的身上 没有令牌 穷奇便不会攻击你 第二 穷奇的速度虽然快 但是根据刚才的经验 也只是比我们 快那么一点点而已 当两名诱儿 冲出大宅 赶上街道的时候 穷奇便会去追击他们 当他们相遇 诱儿便会发出信号 这时候 大宅里的人 便会收到信号 迅速地赶往太虚 幻境门口 当一尔发现自己 支撑不住的时候呢 便会理智地 丢弃令牌 这时候 穷奇便会放弃他们 追向赶往太虚 幻境门口的人 但是因为路途遥远 穷奇根本不可能 在他们赶到城门口之前 追上他们 那 那两个当诱儿的又如何 很简单 捡起令牌 直接冲出城门就好了 因为这条路线啊 远比穷奇到城门口的路线 要近得多 只要中间不出什么岔子 我们大家都会有机会 安全地离开太虚幻境的 好办法 服 张灵兄 还是你聪明啊 那我们先挑选 两名诱儿出来吧 既然是我想出了这个办法 我愿意当其中一名诱儿 第二名还有谁 还有人 我当第二个 很危险的 会死人的 不要冲动好不好 我劝你还是考虑考虑 还有其他人愿意吗 我 我愿意 我真的要不要再跟你解释一下 诱儿的任务呢 就是要拖延穷奇的时间 很有可能被穷奇打成肉酱的 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 那你还愿意去吗 当然 这已经是我的决定了 我 飞飞姑娘 你不是不来午夜先忙吗 来那也想成为问道者 我才不想成为什么问道者呢 只是啊 我爹他的愿望 是让我成为问道者 所以我呢 也算是完成他老人家的愿望 这一行 就当是随缘而至 随心而行 你爹 你爹是谁啊 我爹啊 就是一个 把他儿子看得太高太高的人 否则啊 我刚才也不会在这儿 演练他交给我的剑法 希望 一会儿打穷奇 十一用得上吧 就你啊 算了 你呢 虽然是有点小聪明 但是穷奇你可应付不了 还是由我来替你当诱饵吧 莫茫不可 这是张灵自己想出来的办法 如果被别人用了 万一出了什么插座 我心里会跪不去的 况且 菲菲姑娘 可是张灵的美好回忆啊 我又怎么能让你去冒险呢 什么 什么美好回忆啊 张灵的一生呢 都在追求和创造美好的回忆 而菲菲姑娘和张灵萍水相逢 却已经经历了生死 这种回忆 在我看来是刻骨铭心的 所以 我不可能让任何人去破坏它 张灵 该起成了 东黄姑娘 铁狼再次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从此以后 我一定为你赴汤蹈火 如果抽一下梅头 就不是好汉 你冒险助我闯过这一关 已经是报了恩情了 不够不够 救命之恩 一定要以医生来回报 好 好 够了这一关再说吧 你们准备好就上路吧 路上小心 东黄姑娘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准备好了吗 走吧 好 搞定了 张灵 这是响剑 当遇上重启之后就发射吧 我们会尽快逃离太区环境 你们千万要小心 我尽力 你们别死啊 走吧 回去吧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向你去吗 我知道 你想找一个仙道数比我高的人 这样便可以多些活命的机会 原来你一直都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 而且我也知道 想要得到令牌可以偷可以抢 只是我不想这么做 我不是蠢 这只是我的选择 您一直在选择自己的路 可以这么说 既然选择了就要走下去 我喜欢简单的路 可是你为什么要选择 跟我一起当诱饵啊 这样会死的你知道吗 我们不是一对吗 一对的意思不就是永难同当吗 一对 就这么简单 别想太复杂 况且用赌博引来的令牌 我也不想要 所以我必须在这次试炼中 有所付出 走 你看那 走 慢点 我们好像忘了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又怎么能想起来 我们已经来到这里 所以要坚持走下去 准备好了吗 好 来吧 大家准备 是 是 喂 你干嘛不跑啊 我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穷奇的吼叫声 越来越近 却听不到他的脚步声呢 我相信你忘记什么了 穷奇还有双翅膀 昂却 没佔鸟 是 等他 很多不他们 有 萵 拳 小心 快进灵牌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居然给忘了 我的计划全泡汤了 泡汤了就有理想办法 他们的希望都在我们身上 我们千万不能放弃 你有办法吗 没有 不过我现在知道 你的强项在哪里 就是你的脑袋 比很多人都聪明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带张灵 穷妻会飞 张灵的计划失效了 他们处境很危险 先救人 再做打算 不成 三个时辰的时限马上就要到了 若此刻去救人 便没有时间逃离太虚唤清 况且 我们根本不能和穷妻立敌 可是他们会死的 他们既然愿意当诱儿 便预计到有这一刻的出现 现在去救人 只会牺牲更多人 又或者 所有人被淘汰出局 千秋公子你说对吗 你说得也有你的道理 他们是为了我们大家才去冒的心 张灵虽然先到处秀为不高 但是却机智不凡 或许可以想出应变方法 我们再多等一会儿 如果我们收不到任何讯息的话 你们先逃离太虚幻境 我去救人 昆蓝兄 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去 去 我们也去 我们也去 师兄 大局为重 这真的不是一个好办法 别多说了 已经决定了 那我也跟你一起去 救人总可以吧 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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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啊 哎呀 天龙 天龙 你没事吧 快放相见 天龙 他们成功了 只要我们引开重骑 张灵和铁龙 还是有机会完成试炼的 大家按照原定计划 快上城门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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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龙 听住 天兰 我不行了 我的腿废了 走不动了 你快 快拿着领牌 拿着领牌走 别管我 逃中太心很精吧 不行 回忆走不了了 我的眼 我的眼看不见了 天兰 铁龙 铁龙 怎么没有了 快撞回去 我想看看他们怎么样了 一切已成定局 张灵和铁龙 绝对过不了失恋 还有什么好看的 你们忘了发过毒誓吗 我们是愿赌服输啊 令牌不是在你们身上吗 可是我们没有说过 不会再把令牌抢回来 你 卑鄙 不死夫人 韩氏三兄弟不愧为你的入室弟子 看来 竟得你的真传 那又怎么了 他们既没破坏赌局 又没破坏约定 上兵伐谋啊 三个时辰 是不是已经快到了 怎么 想替他们抢回令牌啊 来啊 大家冷静点 三个时辰已至 我们必须在十二乘中 想完结之前 离开太虚幻境 到时候再跟他们算账吧 云奇说得对 况且穷奇现在正在追来 我们不能再停留了 扶他们起来吧 我们也上路吧 这两个家伙命可真是够硬的 这两个家伙命可真是够硬的 停停 小心 小心 前面有障碍 往右 我右回了 你这大把牛 让你往前 你竟往这上面撞 左右不分的你 你不知道我看不见 你别废话 快直路 起 起 起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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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变聪明了 今后你就背着我好了 我帮你拿刀 什么今后 等我们出来这里 就会变好 你是个傻呀你 你怎么现在变得 这么聪明啊 张灵天狼 快跑啊 城门要关了 糟了 穷奇来了 门要关了 我们得走了 大师兄 想办法救救张灵天狼 进了一室吧 你不是想要雪龙出现吧 要保留实力 师兄 这是 这是神域界的力量 好了 昆龙已经尽力了 接下来就看张灵和铁狼的造化了 我们快走吧 终生只剩最后几下 我们快走吧 好 快走 飞儿 我想多待一会儿 飞飞 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你不走 我和昆龙也不走 飞飞 走吧 我和昆龙也不走 我觉得现在你挺顺啊 对 听见了吗 钟声响了 钟声响了 时间不多了 快走 走走 我们走吧 见到他们没有 承门还没有关 在时走三百步 快 快啊 承门就带着你右手边 怎么样 穷起来了 是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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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她 可算是过去了 啊 重新来了 重新来了 是 你眼睛能看见了 那你还不下来 我的腿也好了 太好了 走 走 张灵 停了 你的苟运真好 苟运 我们俩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闯出来的好吗 菲菲姑娘 以后就叫我菲菲吧 要不是昆仑师兄 把穷妻给冰封了 你们两个 早就被穷妻 撕成两半了 是吗 谢谢昆仑师兄 谢谢昆仑兄 没事 我只是略尽威力 要不是你们两个 有谋兼备 我们又怎么可能 顺利逃出太虚环境 所以该说谢谢的 是我们 咱们就别这么谦虚了 扯平 扯平 我还以为 你们两个来不及了呢 朋友 也是朋友 我师兄说话比较简练 他的意思就是 你们永远都是我们 清一门的好朋友 也是我们五月 相蒙的好朋友 好 请各位出示令牌吧 张灵铁牌 给 六十五位闯阵者 通过第二次制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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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年轻人 就是五月先蒙的新生代 斗智高昂 无论仙道术还是智谋 皆在高手之列 但我们幽灵异乡 连年干旱 壮志消磨 人心背离 面对这样的对手 我们真有胜算吗 四位长老 与仙道界一战 真是唯一的方法吗 臣等明白太后的心愿 找出人要共存的方法 也是臣等的心愿 希望太后继续努力 不要放弃 但是 臣等已经做了决定 提早将先锋部队送去人间 孝长老 千基算 应该可以破解二郎神的预言 但我真的还需要一点时间 那请太后尽快 四天之后 月圆之时 就是先锋队冲破 封印之时 还有 我们决定把那个老魔头 从血池苦劳里放出来 让他当先锋队的统帅 此事万万不可 老魔头谁也惹不得 我已经想出 控制老魔头的方法了 他必将成为我们 幽灵异乡最强的武器 火无印 如果你认为老魔头 可以操控的话 你就是疯了 狼帝既然将军权交给我们 但陈等一定会小心的 请太后放心 你们要记住 老魔头是三界的祸根 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若我们失去对老魔头的控制 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战要是败了的话 就再也没有机会 纵然冒险 也必须一时 太后 我刚刚看那小子了 实力还挺不错的 而且运气也很好 太后 你怎么了 四大长老决定派遣先锋队 还要解除老魔头的封印 老魔头 他们想控制老魔头 成为先锋队的统帅 是那个 传闻中有两千多年导航的 那他们 能控制得住他吗 我都不敢想象 如果这次放出老魔头的话 恐怕人间 一定会被他闹得天凡地赋 我怕到时 会牵连到幽灵异乡 太后 那能不能跟四大长老说一下 这样真的太危险了 恐怕这次 我也无能为力了 不会的 太后您是幽灵皇朝 最德高望重的人 幽灵异乡的百姓们 都听您的 郎帝闭关 代表最高权力的幽灵指环 交到四大长老手上 恐怕这次 超出我的八孔范 太后 好 第三次试炼正式开始 布袋内的是 黑白红蓝绿五色小石 请大家随机抽取一颗 没想到这小小一颗石子 竟然比穷妻更可怕 每一次 都像在打一场没有把握的仗 伏王主 请 第三次试炼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抽到红色石头的参赛者 被淘汰出局 立刻离开泰山 这么辛苦过了第二关 却被一颗石头淘汰了 淘汰你的不是石头 而是缘分 败在缘分手里就要心服口服 不要自讨没趣 你们还不下山 要我亲自送你们吗 第三次试炼到此结束 参赛者六十五人 被淘汰者五人 剩余参赛者六十人 第四次试炼 就由我南越炼僻邪主持 看了你们在太虚幻境的表现 一句评价 不入流 这么无趣的一个试炼 花一个时辰完成 已经让人不能接受 你们居然足足花了三个时辰 还险些完成不了 简直是不入流 我希望你们能在 第四次试炼中 好好表现 不要犹如你们的师门 大家先用饭吧 第四次试炼 随时开始 随时开始 炼副盟主 随时开始 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随时开始 你愣着干吗 你愣着干吗 你没事吧 没事 从太虚幻境出来之后 就感觉你跟没了魂似的 你还在害怕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出来以后 就感觉怪怪的 快快快 铁狼 过来坐 多给我一点 掌铃 掌铃 来了 快吃快吃 多吃点 我跟你说 练屁鞋这毒妇人 最爱折磨人 我们猜她很快便会开始 第四场试炼 所以多吃点 快吃 好 铁狼你不饿吗 我饿 多吃一点吧 一会儿试炼开始 好 我去添一点 我帮你吧 我要去加饭 我去加饭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你在说我吗 除了你还有谁 我告诉你 我们家公子 很容易把别人当成朋友 所以我警告你 不要离我们家公子太近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他们都在讨论 昆仑在太析幻境中 曾经使用神域界的力量 真的 要我说呀 就是假的 就连咱们大哥 也没达到神域界 就凭昆仑 他可以吗 但那个梅 梅空云他竟也看见过 那又能怎么样 咱们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咱们怕谁啊 对不大哥 快吃吧 第四次实练随时会开始 好了 练脾鞋就是在耍我们 忍 师兄叫你忍 你听不见吗 师兄 练脾鞋拖延我们这么长时间 不就是为了消耗我们的意志吗 不凡师弟 既然你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 就不要中了他的道 乱了心神 师兄 现在已经是出更 我们已经等了四个时辰了 虽说中午吃得挺饱的 但现在真的是饿得不行了 他为什么不提供晚餐啊 练脾鞋喜怒无常 心思苦怪 等或许也是失恋之意 不敢愿春风拂眠 不敢愿春风拂眠 延咒去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隔着迷途还要搬离 尘过世间的悲鱼花 算不清的爱汉中沮丧 几朵不必厮守了 泪沙烂如冰烟无过烟 才恍然尽烂 尘不断的青丝里还乱 纷飞落进影院团 隔着迷途还要搬离 尘过世间的悲鱼花 算不清的爱汉中沮丧 几个别丝生了 泪沙烂如冰烟无过烟 在荒原之爱 泪沙烂如冰烟无过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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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沙烂如冰烟无过烟